韓國瑜我剛剛講了 他其實是一個有很清楚 政治洞見的人 他不會每天笑聲 真的笑聲那個 所以韓國瑜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 他很清楚的就是說 他不會去想這些東西 他去想這些東西幹嘛 他就是好好的 專心的 把他的高雄市政做好 可是如果有一天 整個的局勢 非要他出來不可 我覺得他不會拒絕到底 OK 但是你說 忽然間有一天韓國瑜說 我來算好了 你們讓旁邊 讓旁邊 我腳把我拉出來 不可能 他絕不可能做這件事 那就跳過來談朱立倫 朱立倫我覺得 他沒有說他連副手也可以 這差很多 我覺得還是要幫朱立倫 稍微澄清一下 不能把他的話跳成說 副手位可以 可是是不是有這個味道 沒有這個味道 我全力協助黨的候選人 不求任何位置 對 不求任何位置 跟說副手也可以 差很多 沒有浮左的味道嗎 沒有 不是 差很多 差在哪裡 好像說我只要有位置都好了 這樣有副手也可以 這種感覺很多 他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 當然最後說不定是副手 我沒有說他不要副手 我的意思是說他沒有說 副手也可以 這很難聽 這很難看 好像什麼只要有位置都好 剛好相反 他是說沒有位置也沒關係 所以這個 他不求位置 這個差很多 好 這個Gipso差很多 層次差很多 好 我覺得朱立倫他有看清楚 這個是誰 就是說如果他也算是表達 他的心意表達得很清楚了 就是我想問鼎總統 我想代表國民黨出來選 我一定願意 而且全力的去通過黨內的機制 初選我就來選 提名我 我就全力以赴 好 現在半路殺出一個陳咬金 形勢非常特殊 國民黨有一個更強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完全沒有要打算選總統 而且他才剛選上高雄市長 可是要有很強的聲音 大家覺得說國民黨不能輸 絕對不能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國民黨 很想要派一個最強的 這就是他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是 我覺得key man是吳敦義 就是黨主席 因為只有黨主席 最後是黨機器 在決定遊戲規則 就是說我們現在 到底就是走正常初選領表 那就沒有韓國瑜 最後是誰出來就誰出來 全黨支持這樣子 還是說因為韓國瑜有困難 來初選領表 我們又想要最強的 所以黨主席負責徵招 這個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吳敦義的講話就是 他的參選主席 已經降到只剩1萬分的可能 幾乎要0了 但是他的 他不是這樣講的嗎 但是他的徵招 吳敦義 他的吳敦義徵招韓國瑜的可能 是從0已經升高到了1萬分 可能還會再往上升高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吳敦義他是key man 就變成是這樣 這一些都沒有辦法掌握在 朱立倫的手裡 原則上是這樣 你朱立倫總不能說 絕對不可以徵招 為什麼可以徵招 但你就難看了 所以這些不是朱立倫能決定的 朱立倫能決定的只有兩件事 一就是如果有我可以選的機會 我全力以赴 如果沒有我一定團結 就這樣子 所以也算很清楚 也很阿薩利 也很符合國民黨支持者的期待 因為大家也很害怕 因為在這個初選 現在還不明朗化 國民黨人是很脆弱 很緊張 很焦慮的 很擔心國民黨又會分裂 又不團結 喵喵喵又撲得輸輸去 每天都這樣 就是窮擔心 所以朱立倫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清楚 那麼再來 其實就看吳敦義了 其實就看吳主席 他4月份的時候 到底是要啟動初選 還是要啟動徵召 自己要出來說 國民黨不會輸的 我來算 這是沒有正當性的 但是吳敦義 為了讓國民黨勝選 徵召韓國瑜 是有百分之百正當性的 對不對 所以吳敦義就要負責 他也是黨主席 這百分之他的責任 他要負責團結整黨 在一個最少爭議的情況底下 把韓國瑜徵召出來 如果他要徵召的話 不然他就不要徵召 就按照初選 順利的走到底 就這樣子 沒有才能 因為吳敦義的話 真是越說越白 他連徵召韓國瑜 林表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所以沈大老你怎麼看 就是韓朱沛 從這個再加上朱立倫專訪 那麼嗅不知道那種味道嗎 我的彼此比 立文稍微敏感一點點 等一下我解釋 我認為以今天朱立倫 所面臨的困境 這三個禮拜來 他所有的發言 我覺得表現他的氣度 表現他的高度 而且也表示他的大方無所求 我給他100分 我給他100分 為什麼 因為他講 他講我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王金平也講同樣的話 但是不一樣 王金平有說我不要負的 朱立倫從來沒講 朱立倫所講的 就是說你要徵召也可以 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徵召 但是不要拖時間 因為拖了時間 我們準備的時間 要比民主黨來得短 而且我們要的是 如果是徵召 就是純的徵召 如果你要初選 就是純的初選 不要有初選式的徵召 或是徵召式的初選 這個我都完全同意 講得非常好 還有他說後來 如果我努力不夠 或者是我其他情況不夠 我只有80分 黨內有人有90分 那就80加90變成170 我盡力協助 我不求任何位置 100分 但是他從頭到尾沒有排除說 如果我這個80分的人家說 你80分在旁邊幫忙 那跟隨進來做一個團隊好了 當然沒有人這樣問他 但是他這個回答 並沒有100%排除 這其實我稍微嗅到 一點點那個味道的意思 是 外安委員 你跟我講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有多一點點嗎 哪裡不一樣 你是怕人家誤會 朱立倫有要取無關的味道 我也認為他沒有 我也認為他沒有 對 而且所以我補充一點 他這樣講 會比較好的原因在於說 他如果說 副手我絕對不要 但是你們要爭到韓國瑜 沒有意見的話 支持者還是會很擔心 意思又說 如果你們覺得韓國瑜很好 韓國瑜去選就好了 沒有我的事 這也不是藍軍要的 他不能這樣講 對 他不能這樣講 所以藍軍覺得 韓朱沛很有可能嗎 也不能排除 因為朱立倫也沒有排除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因為朱立倫也沒有講死 你看他的講話 他說講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這幾個禮拜 講得的確非常的 陳大夫給他100分 你給他105好了 沒有 我覺得也是 他講最好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現在他說 他也知道他不是最強 但是他會努力讓自己 變成最強 我覺得這句話 其實是打動到 國民黨支持者 因為現實大家也知道 聲望最高韓國瑜 也知道朱立倫 你已經表態要參加初選 那怎麼辦 朱立倫說沒有關係 大家的確都非常支持韓市長 但是我表態參選 我盡量的讓自己變最強 我還是不放棄贏得初選 我會盡最大的力量 這是藍軍之者要看到的 他的態度 所以今天他也講出 說如果最後初選結果不是我 那我願意全力支持這個候選人 非常清楚 第一個 照著遊戲規則走 不要破壞制度 同樣的 誰勝出 我們大家全力支持 同樣的 如果是我 也希望所有參與初選 或是藍軍之者 一起團結一致 這講得多漂亮 我覺得藍軍就是要看到 他的這樣的一個說法